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有兩個題目 兩個大題目 一個美國 一個法國 是吧? 剛才在準備的時候 看了CNN 我發現澳洲很少上CNN的頭條 就是頭版裡面的第三條 基本上沒有機會 然後我看到今天就上了頭版裡面的第二條 這個又跟我們說法國有一點關係 所以不如先說這個 它主要說什麼呢? 它就說 因為聖誕節 就說澳洲將會在聖誕節期間 就是有個很歷史性的高溫 那就比平均溫度高14度 14度 因為我以前看的澳洲新聞 它主要是集中說 它每一個州的首府城市的溫度 但是這個CNN講的澳洲 我猜就是整個澳洲整體國家 就不是集中的那些大城市 而是整個國家這樣說 這個為什麼我跟法國那件事有關係呢? 因為法國那件事的導火線 其實就是應對這些所謂的高溫 就是全球暖化問題 或者全球的氣候問題 因為在它爆發 因為一星期四 接下來一個禮拜如果又來到一段 就是第七段 因為這個法國佬真的很棒 它跟任何其他我們以前看到的示威都不同 它就真的就是周末來示威 一到五就去上班 我不知道聖誕節可能放假 就去造假 總之示威只是集中在周末 一到周末就來了 然後星期一大家各自來上班 所以上個星期就是連續第六個星期 因為上個星期其實理論上 大家應該準備過聖誕 因為星期一就是平安夜 想不到都來了 應該在下一個 過兩天之後應該都走不掉了 應該有連續第七個星期來 為什麼我跟這個氣候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在法國六個星期之前 第一次爆發這個 我們應該叫什麼? 黃色背心 因為那些衣服 香港人就叫甲乃伊 就是那些法國佬 你有沒有做功課? 你知道那些衣服怎麼來的? 那些衣服就是那些車壞了 法國法例規定你每一部車 從後邊 都要避著一件黃色衣服 怕你在高速公路壞了的時候 下車的時候被車撞 所以就一定 它是反光衣 就是一件背心仔 你看到街邊的工人 挖路 肯定每個人都穿了衣服 怕被車撞的衣服 然後在六個星期之前 就另外一宗示威 好像在倫敦那裡 就是相當於 因為現在情況有些比較詭異一些 以前就分得很清楚 什麼左派、右派 我支持這樣、你支持那樣 大家對立得很清楚 現在就開始有些不清不錯了 因為在六個星期之前的倫敦 就有一幫愛護地球 或者愛護環境的人出來示威 就說不行了 現在我們氣候已經去到臨界點了 我之前錄到期節目說了 就是說近幾年 整個地球的環境 變化得很劇烈 要求英國政府 或者歐洲政府 要強行 執行一些某些措施 因為其實整個世界的玩法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一個巴黎和會 就是不是中國一百年前的巴黎和會 就是那個氣候的巴黎 我們是派溫家寶去參加 就是那個年代 大家談不成數 其實以前的玩法就是 理論上開了這些會 到最後都談得到數 大家就分探任務 你英國減排多少 中國減排多少 美國減排多少 大家接到國事的任務 回去再勸你的人民也好 勸你的國會議員也好 去支持這個大家的大方向 然後再執行它 而從而整個地球 都是向這個整體大方向走 但是你看 現在幾年前的巴黎已經談不成數了 那為什麼跟我這個黃色戰衣有關呢 就是因為那幫人 之所以要走出街呢 就是因為法國佬 就是法國那個現在總理或者總統 那個年輕人 就是老婆大約二十幾十歲那個 或者他的老師 他就是真的傻傻地去執行這件事情 就說我們法國 就是我跟他說法國是一個大國的心態來的 就是永遠都要做大哥 之前主義二十峰會 這個法國的總理 就是你們總統 就是去吊測那個沙特的王子 因為那時候呢 就是G二十是一起開會 但是呢 非正式的場合 大家可能拿著一瓶酒 就是拿著杯咖啡也好 紅酒也好 走來走去去聊聊天 聊聊天 就有些記者拍到他們兩個在聊聊天 就是不是正式的會面 是撞到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 總理就是吊測那個沙特王子 哇 我每次跟你講話都不聽我講話 你都搞出大頭髮出來 接著那個沙特王子就說 不是的我真的會聽你說 我真的會聽 現在我發現以前 傳統在一百多年前 還是殖民地 還是殖民者的時候 在中東都有很大的權 就是英國和法國都玩了 整個中東是 於是呢 這個總理還是總統 我現在搞不清楚 他就推出一個東西就說 我們既然整個地球已經去到這麼急 全亡關頭了 我們現在就搞一個東西 保護地球 就加收你的燃油稅 就是好像我們中國經常都加這些 燃油不加 就是每一升油要加幾分錢下去 整個大方向就說 就鼓勵你用多些新能源 電 什麼都好 就用少些石油產品 用少些汽油 柴油什麼油都好 從而來減低碳排放 就想不到這個時候 法國人民終於要辭賴了 已經忍受了很多年了 因為法國人 你記得在幾年前 有一個很出名的事件 說徵收婦人稅 接著發覺那個很出名的演員 就跑去做俄羅斯人 不做法國人 那件事就是屬於另一個極端 就說 因為大家覺得社會不公平 那麼我們這些窮人死窮鬼 都交了所有稅 現在不行了 我們要徵收婦人稅 那婦人說 那徵收我稅 那我不做法國人 就跑去別的地方 哪個稅都可以做哪個地方人 因為走不通 所以現在就反過來 就說我取消婦人稅 我現在叫他的名字馬克龍 或者英文叫做麥克朗 他主張的事情就是 之前這條橋下不通 收婦人稅 我就取消婦人稅 那就變了 但是你明白 稅收是陽無出在陽身上 不是富人交就是窮人交 總有個人要交稅 不是國家破產 你知道法國是說 整個地球裡面的總體稅收最高 還比爺爺高一點 爺爺排第二 就是整體稅收來算 它是稅負成本 稅負壓力最高 痛苦之數最高 它是最痛苦的 我說的就是說 所有的稅都搭在一起 總之你社會會撐出一百元的價值 有多少錢是被政府收走了 是法國排第一 中國排第二 但是我之前就說過 法國玩大國就要這樣玩 我之前就說 澳洲在東北邊有個小島 公投獨立的 那個小島都不知道幾十萬人 二、三十萬人 但是法國每年是扔幾兩億過去 因為就要保持著它作為法國領土 你想想這個小島沒有什麼經濟來源 就全靠法國大水牛封住 你想想 在澳洲附近一個小島 是在用歐羅的 那些錢全部都在法國賺過去 如果你想繼續你這種大國的心態 大國的外交 那你就要不停花錢 所以法國有一點點不一樣 法國 我跟他說過 法國的邊境線 你猜跟哪個國家是接揚最多 你絕對猜不到 法國佬 法國的邊境線 跟哪個國家接揚的公里數最長 你是說歐洲大陸 還是整個 整個地球 整個答案是巴西 法國跟巴西接揚最多 因為法國有塊地 巴西旁邊 是正文地 哦 法索 波利維亞 我不知道 總之是很大塊地 整個國家這麼大的 就是法索不知什麼龜 如果你說法國的總領土 就是法國本土的舊仔 只是佔到它總領土大概150左右 它有一半以外都是在海外各個地方 它要維持著各個地方 這就是要收稅的 但是問題 這個你作為一個領導者的雄心壯志 但是問題 你不是暗河包的人 暗河包法國公民暗河包 是啊 法索歸也辣 現在法國人民就說 你之前收過富人稅 現在取消了 到最後我們賣單 現在你徵收燃油稅 那不用說了 我每家升油就是 我在裡面賣單 無論到怎樣來說 到最後都是我們賣單 而其實他們的訴求 現在就是最大的問題 訴求是不清晰的 方向亦都不清晰 但是它就是不爽 如果你都要說什麼訴求 它是希望一個有公平的 你知道我們經常說 自由、平等、博愛 法國那三個顏色 但是怎樣才算是平等呢 其實你幻想一下 可能中國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不如我這樣 我大概是在十年、十一年前 剛剛開始投身工作的 假設十年前的我 和現在此時此刻的我 都是大學畢業 都是出來找一份 相對來說 在社會比較起點低的工資 那份工的工資 的差距 絕對是在十到二十個百分之範圍以來的 不會說過了十年之後 我的工資是多了一倍的 就是我起身點 大概是二十百分之左右 頂上了 不可能超過二十百分之 如果我在十年前 剛剛大學畢業出來的 我起身是四萬 我現在最多四萬八五萬 就不會說我那時候是四萬 現在變了八萬 但是問題 除了工資之外的其他所有東西 都是相當於是四萬變了八萬 是呀 甚至四萬變了十萬 是呀 可能變了 尤其是樓價 看看你看什麼就是 所以對於同一個人來說 你出生前十年 我出生前十年 我出生前十年 純粹這樣直觀對比 之所以我拿這種出來比 就是因為這樣才有可比性 因為十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都沒有可比性 因為我不停升職 但是這個世界上 不是每個人都有得升職 有很多人可能十年 就是法國人自己 可能他或者不是法國人 在做analysis 全世界大多數人 都不是有得不停升的 除非你的經濟是爆炸性增長 職位多 你的適應崗位的人口 數量比較少 就是中國的情況 雖然我說中國可能有點不一樣 但是如果西方國家 中國馬上就一樣 什麼 中國馬上就是一樣的 是啊 如果你沒有的增長 就是一樣的 就變回法國那條路 如果你萎縮回頭 更差 原來就有十個director 現在要斬了七個 另外七個找不到你做 另外三個就停滯不前 你最多就升到這裡 沒得再升的 職位都不夠了